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解决运动的另一个题目 那这一题跟上一题很类似 只是上一题是给我们函数图 那这一题的话是给我们函数 那从这个函数里面它要问正幅周期 还有位置等于5的时候的速度 以及位置等于5时候的加速度 那从这个观察这个函数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位置X随着时间T的改变 会再负10到正10之间来回 因为cos的函数最大值是1 最小值是负1 所以乘上10就是最大值是10 最小值是负10 也就是它的正幅就是10 那在周期的话呢可以这样看 周期就是它经过一个周期的时间 它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就是cos然后四分之π 在T的时刻再往前加上一个周期 T时刻再加一个周期 这样子的cos值就会跟T时刻的这个数字 再加上2π会一样 因为四分之πt如果经过一个周期 那它得到的一个数值 它的cos的数值就应该会是等于cos的这个括号里面加2π 因为加2π就是回到这个对于cos函数而言 就是回到初始的状态 所以这样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 比较一下 因为这个四分之π跟这个四分之π是一样 所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 其实就是四分之π大T 走起就会等于2π 其实呢 这个四分之π就是Omega OmegaT等于2π 就是Omega等于T分之2π 所以其实同学做首的也可以直接看出来 就是用对照的 X会等于R 然后cos的OmegaT 它去跟这一体做对照 所以这样就是也可以得到R就等于10 然后OmegaT 找频率就会等于4分之π 那Omega等于4分之π的话 就可以带Omega的公式去找周期 所以周期就是8秒 那也可以直接从刚刚这里看出来吧 直接从这里看出来 这个π削掉 R周期 T就是R 好那再来呢 第三第四题就跟上一题有点不一样 上一题是问最大值 但这一题它不是问最大值 它是问X等于5的时候的速度 还有X等于5的时候的加速度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X等于5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就是 然后它的角度就是参考员的角度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X带入5 然后把后面这整个叫做θ 把后面这整个叫做θ的话 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它其实就是10的一半嘛 就是如果X在5的话 但X的正幅是10 那意思就是它是走到正幅的一半 那走到正幅的一半 其实就是 我们来再画个影子 走到正幅的一半 其实就是这整段是正幅 那正幅的一半就是这里 所以在分析上我们也可以 往上对到参考员上的这个点 那这个点到圆心的角度就是60度啊 因为1比2吧 1比1 1比1 这刚好整段是2 但是它刚好是走到一半 整段是10 可是它走到5 所以cosθ的θ 这个参考员的角度 就是60度 因为它是cos60度是1分之1 好 那知道这个角度之后 知道这个角度之后呢 就可以去算它的速度投影 速度投影就会是这一段 我们画的绿色这段 那根据几何关系 绿色这段应该会是v的cosθ vx就它的大小 就会是vx的sinθ 那我们刚刚说θ是60度啊 所以我发现这里没有x 就是v的sinθ v是那个等数圆周运动的切线速度 就是rω 所以最后就整个乘起来 就是 稍微整理一下 整个乘起来 乘开之后会变成 10 然后去乘上我们的ω 4分之π 那再乘上2分之根号3 因为是一条60度 所以最后会变成 4分之5根号3π 这个就是第三题的答案 4分之5根号3π 那最后一题的加速度也是类似的 也是类似 提示一下 它这个 跟我们上一题介绍的差不多 就是 速度的投影 如果后面这里是乘上sinθ 那位置和加速度的投影 就是乘上cosθ 所以第四题 加速度投影的大小 就会是 相近加速度 我们只看大小 先不管负号 相近加速度才算cosθ 位置有点不太够 我们要缩小一下 好 那结果就会是 把ω平方再乘以2分之1 这里写 直接把公式写在旁边 所以结果就是 10乘上4分之π的平方 再乘以2分之1 那结果就是 5分之5π平方 好 所以这题就是这样做 特别是第三第四题 第三第四题就是 要找出参考员 他就是影子 把5带进去之后 我们会发现 他影子是 在正幅的一半位置 这里 那往上对照 往上对照 就会发现 他是在 参考员60度的地方 转动到60度的地方 那这样就可以去算 他的切线速度的投影 还有相近加速度的投影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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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